以上可以看到一名男子提着塑膠袋走进基隆市议员林敏勋的服务处 服务处人员低头确认里头究竟是什么东西 原来这位民众在基隆南暖区定内抽水站附近捡到一只蝙蝠 那第一时间其实我就立刻打电话给我们动包所的所长 那希望说他派员前来把这个蝙蝠把它带回去 那后来他们马上立刻来带回去之后后来回去检验 那最后是证实了有这个荔沙病毒的阳性 原来这只蝙蝠是东亚家福身上验出的荔沙病毒 虽然不是法定的动物传染病 目前也没有人类感染的案例 不过还是有传给人类的风险 防检局也赶紧呼吁民众得要避免接触野生动物 避免感染 同时加强发现地的蝙蝠采样以及疫情调查 就是要避免疫情扩散